对于我来说 其实我自己觉得 这么多年来 仿佛做的事情好像没什么变 当我回想起来的时候 刚才说的 进去电台做《灌达摩天空》 之前其实不是又是 因为你是在搞indie band show 是吧 小时候你也是跟 现在有LMF那群人 就是重金属同学会 那你一起在高山上搞 订阅艺术 你都是做这些事 其实那个形式 或者你出来见到的状况 其实都是差不多 唯一就是 人一路长大 对于那些事的看法 开始有点不同 分析不同了 城市也在转变 你面对的开始 不只是 你搞场表演就对着那些观众 你开始不是这样 你今时今日搞一个festival 你面对的每天在互联网上 在说话的每一个人 都不知道是不是每一个人 总之是每一段说话 每一个post 你究竟如何去 tackle那些事情 你自己如何帮自己取得平衡 我经常说过这两年之后 我经常在想 做一个这样的festival 究竟最困难是什么 我觉得最困难是自己如何过到每一天 但是我的信心 跟始终有共通的地方 我的信心 我觉得 你要treasure 你得到那些东西的方法 我只是想这么说 当我得到一些东西的时候 这是我的恩惠 你要treasure这些东西 我经常都说 我经常看回自己 从小到大 大胆一点说 我觉得我是一个好人 今天 我就在想 我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好人呢 音乐可能是其中一样东西帮我的 音乐是其中一样 令我成为一个好人的东西 然后我如何得到那些音乐呢 因为我不会这样 它爬到我 它不会 然后你得到一些方法 比如我小时候 我看过很多文字 我听过很多人的说话 我听过很多 现场的一些演出 然后他们用那些方法 传递给我 我就会想 如果当我是 因为这些人 这些这样的事 给到那些东西 我是不是应该将那些东西 都交下去给 虽然我没有小朋友 但是世界是很有下一代的 那你就应该要有这样 我相信的是这样 我觉得如果我们每一个人 都会去想 我们得到今天 是因为什么呢 然后又将那些东西 再交出来给下一个 我们的世界会很美好的 我很认同这个 因为如果我们修而不去 就是 keep and take 那样东西 哇很棒很棒 穿上身 收拆住 那样东西 那样东西 那样东西是不健康的 你会 从吃东西一样的 你会有病毒 或者其他东西 但是 就是因为 小孩子的时候 我们 哇 听个音乐的首歌 或者 有机会先去一个音乐会 我第一个音乐会在香港看 就是1982年 在A.C.Hota 在Japan 然后改变一生 我以后都要看这些东西 原来这么帅的 一个Live Band 然后 有机会去到第一个Festival 然后我们会发觉 回来我们试试去搞吧 因为我们有电台 有节目 有制作人员 我们不如去做一件这样的事 无论是搞成 如何都试试做 接着 这个就是去 分享那件事 我很害怕 尤其是近这几年 越来越害怕 拿着电话 发生了很多事情 当然有些事情 你不能避免的 我又不是突然说 我要扔掉电话 真的不是这样 但我觉得 当你的人在城市里面 你发觉那个科技 一直进步得这么紧要 快得这么交关的时候 你更加要学会 找一些方法 如何跟世界拉近距离 我觉得人和人的接触 这个是超宝贵 是不可以放弃的 我觉得 这个活动 Warren Flutter 他在说的 不只是叫你 给机构水进去 参加一个几天的活动 他是在告诉你 人和人的接触 是有一个很宝贵的价值 你是需要 需要捍卫住它 放下你的手机 不怕曬太阳 不怕流汗 进去大家一起喊一下 睡一下 然后第二天起床 你会发觉昨天播得很美好 嗯 近乎都是 又回到希皮士的精神 是三天的乌托邦 大家一起建立了 虽然结束了 好像很悠悠 要回到现实 但只要你看着明年八月 又有一个三天的乌托邦 其实这件事就是 滚动到那个城市 或者那个地方的人 他每天生活都会看着目标 目标走在一起 我很同意 捍卫这些价值 去继续建立这些价值 不是一些很高音的东西 只不过是我们好像忘记了 还有有时候大家都好像避开 不要说这些东西 好像变成了城市 令我们麻木了 但这些我又觉得很真 因为为何那么多人很喜欢 我们去台湾的地方很棒 为何不可以回到香港 有我们自己的截然 然后为何台湾人 他们那时候 死亡都要搞海洋音乐制 在台南没有搞 其实他们觉得 他们都很窃息 他们很多事情都很窃息 政治气候 文化 各方面 经济 其实也有很多问题面对过 他们不是一个小确行 但我不是说些什么坏 我估计他们也因为有 我估计他们也有蓬佩的地方 但他们也因为有很多事情 需要有一个外出 而节奏是一个很好的外出 让大家建立社群的关系 大家互动做这件事 刚才说的三天 比喻一个乌托邦的暂时 就是借来的三天 就好像一条村 那条村要有人接收垃圾 要有人去维持秩序 那些都很重要 因为那些你缺口就会暖杀龙 我记得有一个丹麦 它是鼓励小朋友 其实大朋友也可以 不过是主要的 就是每次托一个 扔到地的垃圾 啤酒罐 拿回去那个房间 是私人头的啤酒 在丹麦那种 它会给一个 一元 但其实差不多一个欧罗 那些小朋友 进去就是做这件事 我觉得这件事 小朋友可以找到一些外贩 也可以让它清洁 这件事是2000年的时候 其实是一种教育 亦是互动 甚至是价值 令到这条村里面 刚才说的这个岗位 好像是最不起艺 可能是最卑微的 但是 还有那个年纪 可能是最没关系的 可能是清洁垃圾 但其实我觉得 Festival就是这么好玩 可以去到这些岗位 我从来都不相信 城市里面的那些东西 是需要 所谓的寻求变化的 这个是我从来不相信的 无论在我的工作 或者我看过城市 我觉得在生活里面 有很多东西 都是不需要变化的 它可以有一些东西进步 但是那些东西不一定是变化 有些人都会问 譬如你每年 如果你继续搞Festival 这样才算 那你每年都是 你又坚持又要本地僵 又不找别的那些人玩 那你有多少货呢 对于我来说 其实是没什么所谓的 我觉得 那我们第一年有Support Moment 第二年有Support Moment 如果第三年有Support Moment 那是一个错吗 我不觉得是一个错 as long as 你觉得Support Moment好看 那它就出现了 那有什么问题 我觉得没有问题 最重要的就是 你要知道Support Moment 依然是走着 你看着 认为对的那种路 我想这是一个重点 实际上 我想我并不只是在表演香港的一些乐队 其实我会想表演香港的一些很努力的人 其实是 那它不一定只是玩音乐 那我想我一直希望自己可以有的那个角色就是 其实只是 其实很低能 只是你做得些什么就做些什么 譬如是乐队才算 我又不懂玩音乐 我又不懂唱 不懂作 不懂填词 什么都不懂 那我唯一就是我喜欢听 然后我的工作就是 我可以做到一些活动的 我搞到一些 可能规模大一点的一些演出 那我就搞一些这样的活动 然后给他们去演出 其实是这样 我的信心也是这样 我相信就是 应该你在某一个范畴里面 你有你的强项 然后各自就在自己的位置上 尽你的努力这样做好它 然后 无论是讲音乐也好 讲乐队也好 讲音乐 讲个城市也好 它就会变得越来越强壮 我们不需要刻意去搞一些花神 或者为改变而改变 为包装而包装 因为这个节目是一个生命 其实你说 不如我们砰厚一点鼻子 或者砰厚 这次发型要爆炸一点 七彩 那这个节大家会觉得 跟上年不同了 那下一年又要想一条办法 我觉得不是这样的 我起码我去那些 例如Glassman 我去了几次 每一次都是这样的 每一次都是 那你来吧 每一次都会爆炸的 就是因为它 不是品牌效应 而是 大家都知道那个价值是这样的 他的精神是这样的 去到的乐手 他日上有些可能是街头音乐人 他会照着一些比较少的空间 让他在发挥 当然你都要看《超红细团》 香港的超红细团 看《超红细团》 但是我都说了 刚才很终于我 去演员 不只是为了看领导的 我試過有幾次是Headliner 我打算去看,但我也沒有看 特地我不想去,我已經躺在草地上 我已經喝了幾杯和朋友聊天 我享受那一刻的太陽 而且那一刻很輕鬆,不用再迫入那個位置 我覺得遙遠聽到聲音 我已經覺得那一刻我已經覺得 什麼都正好,正好在那裏 你可以有一個這樣的選擇 但我說不行,我一定要跟著Time Table 入了你自己的手機 另一個玩法,特別是年輕力壯 我覺得千奇百怪,千八種選擇 都可以是這樣的玩法 還有萬活,我去過那些Festival 是三個鐘頭到西 但大家不會在那裏 就算去廁所排隊,小便 都是排隊,很開心的 因為你可以跟人聊天,平時在那裏 但在那裏等過廁所,那裏又沒見 其實就是你平時做不到的事情 但你去到那裏,你覺得這些就是浪漫 還有這些是你平時犧牲了的事情 可能大家為了工作 或者成事的折奏 但你可以在那幾天裏 不能夠熟自己 重拾一下 你不介意排隊 或者你不介意等很久 或者你不介意 你平時會覺得那些是瑕疵 你平時會覺得那些是不應該發生的事情 我不是說organizer做得不好 而是說多人,廁所少 因為那裏不是商場 不是有升降機的地方 不是有地鐵在那裏,而是靠腳走 所以我覺得那些事情 你平時做不到的事情 也會在那裏做得出來 當然你說這個,找不到食物 那我就沒得到 我們不是英文 永遠只是說商業 而是可以說文化 而英文文化這件事 當它是一個很自在地在生存的時候 甚至可能只是一種實文化 不是水準次文化 而是一種存在 在一個主流以內的一種分流 而這些分流是滲透到 成事的很多角落 裡面的人有一種生命力 去做很多創作 或者做很多他要表達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城市就有希望 無論是世界 即是它每天會怎樣演變 即使你還不在那裏生勾勾 那你也要過格那一天 那你的問題就是 你選擇怎樣過 我經常在想 我們近幾年 在這個城市這麼不開心 這麼多事情 覺得好像很不滿 當權者好像不明白我們在做什麼 如果當我們去看一些 這麼簡單的 我們市民坊間裡面發生的一些事情 你都用一些 好像要去測試到的一些價值觀 去測試它的時候 那你和當權者有什麼分別 是吧 我們浪漫一點 像志忠所說的 浪漫一點 我們應該浪漫一點去過我們每一天 是吧 那你的生活才有回 所謂有回那些情操 是吧 不要再所有事情都 拍算盤這樣計算出來 很浪漫 很想要沒有計算 但是 真的沒有計算 我也是一個很相信浪漫的人 還有我也是一個追求浪漫的人 我想做一件這樣的事 對於我來說 他最大的得著 首先就一定不是錢 他最大的得著是人 因為做了一個這樣的活動 一年一年 站在一起的人是越來越多 還有站在一起的人是永遠站在那裡 就是那個流失是少的 因為大家都找到那個價值 大家都感覺到在那裡 為在一起的人 那個結合是強的 我覺得這個是最寶貴的 什麼是青春 我也是愛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